聚会的方式来做一个预备 所以我们也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 让我们灵能够与神相会 我们也借着神的话语 在灵里面我们互相的相通 让我们在灵里面的感动 灵面的扶持 成为我们灵修上 或是信仰上的帮助 那么按照我们工作上的一个规划 星期五晚上呢 我们是用这个专题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现在呢 请我们打开讲义 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旧约的背景 新旧约的背景 请我们翻开讲义的第二页 讲义的第二页 那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是 旧约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呢 它是以一个特定的民族为基础 而这个特定的民族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犹太人 犹太人这个词呢 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相当的清楚 我们知道犹太人 他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地方 有一个弹丸之地 但是那个是中东的火药库 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呢 那一座城里面 目前有回教的青森寺在那里 所以犹太人在西边的地方 有一个叫西墙 那个是在耶稣时代 虚立的年代所建造的圣殿的时候 所留下唯一的一座墙 因此这西边的墙 让他们缅怀过去 常常在西边的墙在那边哭 在那边祷告 因为他们内心有相当多的无奈 相当多的感慨 也有相当多的一个悔改 所以这面墙 西边的这面墙又称为苦墙 所以我们对犹太人来讲并不陌生 可是在圣经角度来讲 犹太人是相当尊贵的 相当荣耀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 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九章 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 罗马书第九章 这是保罗对当时犹太人 在整个肉体上的身份 以神之间的关系 做了一个非常详实 而且非常具体的一个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九章 第九章 我们请看一下第四节 九章的第四节 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农药、朱约、律法、礼仪、应许 都是他们的 保罗是一个犹太人 他属于变雅敏之派 但是那个时候通称他叫做犹太人 那个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外邦人 教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来信耶稣 因为种族上或是过去信仰上的一些执着 他们不能够完全了解信耶当中所成全的救恩 因此他们仍然坚持的 所谓旧约时期的律法主义 要求已经信耶稣的外邦人 必须按照旧约里面的规范跟精神 要接受割离 甚至要来受节旗 因此在这个道理当中产生 律法跟恩典当中的冲突 那个时候保罗就特别来告诉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也就是犹太人 让他们真知道 神在救恩中所成就的 所谓的历史性的或是时代性的阶段 那么保罗这边所讲的是 属于在历史性当中就业的阶段 因为那时候就业的犹太人 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 因此那时候犹太人是非常尊贵 非常荣耀的 那我们看到第九章里面所写的 这些人呢 他们又称为什么呢 叫做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所谓儿子的名分是什么 也就是说产业了 因为神所应许的这个身份呢 把犹太人认为什么 犹太人就是神的儿子 在神的眼中呢 犹太人是神的儿子 因为犹太人 有拥有这个神儿子的身份 他才有继承权 那么迦兰帝这个产业的继承权呢 神就因着他儿女的身份 儿子的身份要赏识给他 所以神对亚伯兰应许的这个身份呢 就是儿子的身份 所以他们能够领受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迦南地 所以他拥有儿子的身份 也就是他领受合法的继承权 不但这样 荣耀 所谓的荣耀是什么 从神而来捐贤 在身份上 应许上 土地上 一切的荣耀呢 就归注在犹太人的身上 还有诸约 那么诸约有哪些呢 这个约呢 就是神与人之间的约定 那么后来呢 我们慢慢从旧约圣经当中 来看到 神对以色列人 在不同的时期 对不同的人 讲到不同内涵的这个约的时候 这所有的约的精神呢 完全要落实在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身上 接下来说 立法 又说礼仪 又说应许 都归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 所以在神的眼中啊 以色列是何等的尊贵啊 那么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 既然是这么样的一个尊贵 那么他一定在整个旧约圣经 在神的救恩的这个计划当中 他扮演一个叫历史性 或阶段性的一个身份 那我们在旧约的背景当中 我们就要来了解 在旧约时期 犹太人 他的身份 他的荣耀 道德有何等大的重要 那我们看看讲义 我们来看看讲义的部分 在神的眼中呢 在神的眼中 是以色列人独一的真神 在神的眼中 神啊 以神来讲 耶和华呢 是以色列独一的神 在以色列人的眼中 他们只有一位神 但是这一位的独一的神 在他们的眼中呢 在神的眼中呢 也只有独一的百姓 这个真的很奇妙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你就是我唯一的 我唯一的 那么又人的角度 以色列人的角度 你就是我唯一的神 这个一的神学的概念呢 代表了什么 他的独特性 他的尊贵 所以耶和华呢 是以色列独一的神 那么以色列人呢 是神从万民当中 特别卷选的百姓 因此他的独特 他的唯一 显出他的荣耀 他的尊贵 跟他的价值 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呢 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描述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的身份 是何等的尊贵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圣经里面 这方面的一个解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我们请看一下 《出埃及记》十九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 我们请看一下第五节 《出埃及记》十九章 第五节 十九章的第五节 第五节 如今呢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 就要在万民中 来做属我的百姓 因为全地呢 都是我的 这里讲到 只要我们愿意 能够遵守神的话 也就信守这个约的诺言的话 那么在神的眼中 你永永远远 就是我的子民 而且这个子民呢 是万民中 做我的子民 万民中 当中 你就是我那个尊贵的子民 这是对当时 以色列人 得一个特别的应许 因为这是神 特别的卷选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生命记》的第七章 我们请看一下 《生命记》 《生命记》的第七章 《生命记》第七章 我们看一下第六节 《生命记》第七章的第六节 《生命记》第七章的六节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名 耶和华你 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 卷选你 特别做我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 卷选了你们 从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已经了解了 在救恩的一个过渡时期当中 他所扮演的这样的身份 是何等尊贵 因为神 这位独裔的神 他特别在万民当中 卷选了这个以色列人 我们也称叫做犹太人 所以在神的眼中 他是何等的尊贵 那么在这样尊贵当中 圣经又特别提到 他必须跟周边的列国 或者是周边的列民 外邦人 他基本上 他就有一个分别的 什么叫分别 也就是说 他们是过着属于神的生活 叫做圣洁的 叫做分别为圣的生活 那么在圣经里面 也特别讲到 这样的一个独特的 尊贵的 属神的独居之民 我们来看一下 民宿记的23章 我们请看一下 民宿记23章 民宿记23章的第9节 民宿记23章的第9节 第9节他将记载 我从高峰来看他 从小山来望他 这是一个独居的名 不列在万民中 我们看这个经文非常感动 感动的什么呢 是说 这个本来 本来 被当时有一个国王 叫做巴勒的这个国王 他用一个不义的钱 有重金来邀请这个 两河流义 在外邦地区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 这个名字呢 叫做巴兰 所以这个巴勒这个王呢 就用钱的方式呢 邀请这个 当时外邦的这个 巴兰先知呢 来咒诅 路过了 经过这个地方的 以色列人 当然这样的一个咒诅呢 在神的眼中来讲 是不允许的 虽然呢 这个巴兰呢 他是一个异教的先知 但是神也来干预他 让这个人知道 我的百姓 是不容你们 有任何的侵犯 一丝一毫 多不能有任何的欺负 因此在每次的咒诅当中呢 本来要讲咒诅的话 在神的灵干预的当中呢 这些外邦的 这些巴兰先知呢 既然呢 能够在这种场合啊 好像代表神在讲祝福的话 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经文呢 就是这个巴兰呢 他要来咒诅 以色列人的时候 在整个咒诅的用词里面呢 他就特别讲了 我从 我从高峰看 或是从小山来望 也就是说 无论是高的地方 小的地方 我只要看到这个百姓呢 就发现 这个百姓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是什么呢 他是独居的民 他跟外邦呢 列邦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完全归属于这位天上的神 是个圣洁的国民啊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个独特专一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不类在万民中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在旧约时期的犹太人呢 他的身份 以神的关系来讲 是这么独特 在众民当中 他又是这么独特 因为这是神在救恩当中 所预备的民主 所以后来呢 我们对这个犹太人的名词呢 就有一些用词 比方讲 有人就说 西伯来人 那么西伯来仔细说 不是实际上 他就是犹太人 但是为什么犹太人又可以称为西伯来人呢 因为西伯来这个词呢 他的意思就是从大河来的 那什么叫大河来的呢 这个大河呢 如果用我们圣经里面叫做柏拉大河 那如果用我们现代词来讲 就又花拉底河 也就是从那个柏拉大河 又花拉底河 就是乌尔那个地方来的人 因此当地的迦兰人呢 他知道这个亚伯兰呢 就是从大河遥远那个河的那边过来的 所以从大河过来的这个民族呢 在他们的语言的意思里面呢 叫做西伯来人 所以西伯来人呢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迁徙的民族 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好 那么既然来到迦南地 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他们的子孙呢 就在这样绵延不断 因此呢 在整个历史当中 有一个列祖就出现了 这个列祖呢 他的名字就是 我们称为雅各 那么雅各 他的名字原来就是抓的意思 因为他的爸爸叫以撒 他们结婚之后呢 跟利百家结婚之后呢 始终都不能够得到 他们所期待的孩子 所以当然呢 夫妻之间就有一些矛盾 或一些怨言 但是后来呢 在神的应许跟主权当中呢 他怀孕了 一怀孕呢 既然是双胞胎啊 所以在肚子里面 就开始有争执啊 这个争执当中呢 神就应许了 这个小的 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雅各 将来为大 哥哥要来服侍这个小的 也就是以少要服侍这个雅各 因此雅各就是成为神 所应许 所卷选的以色列的百姓 的先祖 所以我们后来圣经叫做 列祖 所以圣经里面讲 列祖列祖 这个列祖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亚伯拉罕 就是以撒 叫做雅各 那么以色列人呢 这个名字就是雅各 另外一个名字 雅各是抓的意思 但是雅各另外名字叫什么 叫做以色列 那么以色列又有什么含义 他有神的王子的含义 他有得胜的含义 因此在整个血统来讲 肉体的血统来讲 今天已经善居在 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 我们称为叫做以色列人 他基本上是朝着这个 种族性的称呼来的 所以西伯来呢 就是说你的来源是这里的 叫西伯来的 以色列人呢 就是说 你是雅各的儿子 那现在住在这里 是神列祖的子孙 但是呢 后来经过王朝当中的一个变化 所谓王朝当中的变化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支派 那个支派呢 叫做以法连支派 他们曾经建立一个国家 叫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国 那么这个以色列国呢 一个王呢 我们要称叫做分裂时期的 第一个王 叫做约罗普安 他们建立一个国呢 就把它称为叫以色列国 但事实上再遥远一点 在所罗门的时候呢 他们也建立一个国家 那么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国 但是呢 在雅各的这个支派 雅各的肉体的这些子孙当中 在整个国度里面 就呈现两个国了 别边呢 就是以扫罗为主的 不是以扫罗子孙为主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以色列国 那南边呢 就是以大卫为主体的 叫西伯伦的 就是犹大国 那后来这两个国呢 就合而为一 就称为联合的以色列王朝 所以后来称为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呢 基本上就是属于的 这王朝的意思 可是历史就是这么样的 一个吊诡 这么样的一个摧残 后来这国就分裂了 北国 以色列国就灭了 但仅存什么 仅存犹大国 但犹大国后来也灭了 国也灭了 但是他的民主能源存在 所以犹大国的百姓 就是犹大人 后来呢 在耶稣的时期 他们通称的希腊话当中呢 就称为犹太人 犹太人 那么犹太人就这样出现了 所以在耶稣时期呢 经常会讲到犹太人 犹太人 尤其我们看到 约翰湖里面呢 经常对神的百姓 就是犹太人 用直接用犹太人说 犹太人怎么样 那么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看马太 马可 或是路加福音的时候 他们不会直接说 是犹太人 他们会说 文士啊 法利赛人啊 立法书啊 大概是用这样称呼 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 他对这样的一个族群 对这样的人呢 他很直接说 你们就是犹太人 所以呢 犹太人就后来就成为一个 时代性的一个称呼 但不管怎样 不管是从希伯来人也好 以色列人也好 今天我们所通称的犹太人也好 在神的眼中 他是独特的 是尊贵的 是救赎当中所预备的 那么尽管在历史的脉动当中 好像 这个民主呢 好像在世界上 没有像美国这么强 也没有像中国人口这么多 但是他是在神应息当中 律约的百姓 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 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 我们请看一下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第三章 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六节 第三章的第六节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的儿子雅各之子呢 没有魅王 这里讲到说雅各之子 这个子是什么 这个子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是儿子 这个子呢 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什么呢 叫做子孙 所以在犹太人用词当中 只要讲到儿子的子呢 我们不要直接说 儿子这个子呢 就是儿子 这个子呢 它代表另外一个含例 就是子孙 儿孙 所以等于说呢 雅各的子孙们 并没有魅王 那么在马拉基书的时候呢 他这样记载 那我们之前也分享了 马拉基呢 这位先知之后呢 神就没有特别感动当代的人 一直到耶稣的降生 所以这段期间将近有四百年 没有神任何的末世 所以后来有人就把他归类呢 叫做两约之间 因为没有神的末世 但事实上这个约的一个变化 或约的一个区格 是耶稣护活圣灵降临 这个时候叫做新耶的开始 所以昨天呢 还是旧耶 但是今天因为耶稣的圣灵的降临 教会形成了 旧恩形成了 今天就是新耶的开始 所以就整个圣经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新旧耶 好像有长达四百年这样的区格 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呢 我们知道 尽管历史是无情的 在一个动荡当中 有很多的民族可能是消失的 可是从古至今 我们看到神所卷选的 以色列百姓仍然没有灭亡 在我们近代史当中 我们看到二战之后呢 二战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德国的希特勒 纳粹的军队 他们对犹太人是百般的 这样的一个屠杀 无论是用枪支的 无论是用毒气的 他们想尽办法要把犹太人 把它灭绝掉 尽管在这么一个掌权者的 一个所谓的权势当中 这个犹太人并没有灭亡 所以后来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 新德勒名单的时候 你内心非常澎湃 非常激动 怎么会这个样子 但是神的恩典当中 仍然让犹太人留下来 今天仍然留下来 尽管在周边的世界 我们称为阿拉伯的世界当中 军事威胁的当中 可是他仍然屹立在那边 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在肉体上 所卷选的百姓 是救恩当中 所预备中的百姓 也是神在信实当中 所要成就的百姓 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按照罗马书里面的应许 这犹太人会悔改的全家信主 所以我们从圣经中 来看到犹太人的时候 我们发现犹太人真的不简单 因为在他的身上 要散发出神的荣耀 要看到神救恩的脉络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犹太人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 被安置在列邦之中 因此圣经就开始介绍 这个犹太人在救恩里面 他们的身份 所要形成的 神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尤其在救恩当中 留下什么样计划给我们 做进一步的查考 这边大概有两个方向 也就是神安置以色列人 在这个世上 然后在这个人的世界当中 绵延不断 但是他留下两个很重要的精神 是什么 立约的一个应许 再来是什么 叫做立法的教导 让这么一个属于神的 独一的 尊贵的 不列入万民之中 而是一个独居之民 是圣洁之民 他能够在这样一个 混为当中 不会被世俗文化 所感染 甚至不会同流合污 一直延续到主耶稣的年代 让耶稣的救恩 在这边能够得到 完全的一个成就 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在这样一个民主当中 有神立业的应许 有立法的教导 为了神的救恩 也就是耶稣的降生 耶稣救恩的成就 乃至以后圣灵的降临 教会的发展 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我们现在就在讲一个 就是犹太人 在神的眼中 在人类的历史的进程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或什么样的时期 我们来看一下讲义 我们从写明的历史来实陈来看 以色列人 在这个世界上 历史里面 有人认为 大概有四千年的时间 四千年 那么这个四千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一个历史 以前位居在那个大直 大直有一个叫做 名传大 叫实践大学 实践大学附近呢 有一个叫旧式传播协会 旧式传播协会呢 曾经制作了一本呢 一个录影带 就是DVD 那个特别来介绍 犹太人的五千年的历史 那不管是五千年 或是四千年呢 不管这个时期 有多长 或什么精准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把它盖分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第一个呢 我们称为叫做 上古时期 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 看到这个亚伯兰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挪亚 开始来承受这个神 给他的一个新天新地 而这段期间呢 我们称为上古时期 那么自从神 在乌尔拣选了摩西 然后引领摩西 摩西也过 引领这个亚伯兰 亚伯兰也过着 家庭祭坛的一个生活 就慢慢的来到迦南地 从那个时期开始呢 我们就称为什么 叫做族长时期 所以创世纪就开始讲到 族长时期的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那么雅各死了之后 再特别来讲到 就是这个约瑟 所以呢 这个叫做族长时期 那么族长时期 这个阶段完以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卷 就是所谓的 出埃及记 而出埃及记里面 我们看到相当多的篇幅 是讲到 以色列人在那个新的 华老王的统治当中 用非常多的苦工 而这个苦工要在他们盖一个积货城 也就是盖得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广的一个 类似一个仓库 但是我要你来盖这个工程的时候 是大工程 可是这个大工程 我并不给你有材料 你要想办法 按照我议定的时间 来完成我一个辉煌的一个工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时间的压迫 有材料上的压迫 所以他们过着这样的一个 奴隶般的生活 接下来 开始进行灭种的政策 所谓的灭种政策就是说 你们只能生你生 不能生男生 要男生就马上要杀掉 这是一个灭种的计划 因此就神就卷选摩西 那摩西呢 在旷野接受操念 四十年后呢 有足够的灵修 有足够这样的能力 能够顺服神来带领百姓 因此就经过大概有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所以旷野生活一直延续到 耶稣亚的年代 那么耶稣亚就进入到这个迦南 所以就开始展开了 所谓的四十时期 四十时代 后来呢 四十时代最后一个先知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撒木尔 那么最后一个王是谁呢 就是我们所通称的扫罗王 所以站在神的拣选的角度来讲 虽然扫罗他也称为以色列王 可是很不好意思 他不是 他不是 不是那个犹大支派 就在神的拣选中 你不是犹大支派 你不是我要拣选所应许的国 那么第一个 属于神应许所拣选的国 就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大卫 所以大卫建的国 才是属于神的国度 才成为以后我们所讲的基督的国度 所以呢 在扫罗王那个阶段呢 基本上还是属于四十时期的最后一个王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大卫建国 那么大卫 以原来的西伯伦的这样一个犹大国 就跟北方的以色列的这些长老 那么彼此立约 那么立约当中的成立一个联合的王国 然后后来就因为分裂 就分裂两个国家 然后来呢 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呢 相继就灭亡了 那么犹大国在灭亡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神所卷选的 是神的一个足系 是神救恩的一个脉络 只有神特别的考量 所以后来如果我们有机会在读 历代 历代至上的第一章开始 我们就可以了解 原来就有神特别的计划 因为他不是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来做计划 也不是为了所罗门来建立圣殿来做计划 而是为了耶稣的降生 成就神的国度 就是今天教会的一个计划 那么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呢 国家就分裂了 可是分裂以后就被鲁归回 这是犹太人在整个圣经里面呢 我们所看到的这几个重要的时期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时期呢 用一个简单的表呢 我们来做一个归纳式的一个说明 我们看看这个 第三列的地方 我们请看第三列的一个表 这个表呢 我们来称为叫以色列史的分歧表 这个表呢 我们盖分了四个时期 一个叫做埃及跟旷野 接下来就埃及呢 就是迦南跟士师 再来迦南跟君王 最后呢 就是渔民 所谓的渔民是什么 渔民呢 就是以后的以色列 犹大国 那么犹大国已经灭亡了 那么这个灭亡当中 有一些人呢 就被带到国外去 那么这个国外大用中 好比说戴尼里被带走了 以西节也被带走了 但是后来呢 有一些渔民呢 就剩下的人又回来了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 以色拉记 后来我们是看到 尼西米记 甚至看到以色列记里面的一个民主的一个维系 我们就看到了 而这个部分呢 就称为渔民 渔呢 就是剩下的 本来是一票的 很多 但是剩下了一些 所以渔民就剩下这些渔民呢 来延续神在救恩当中的一个计划 因此我们就称为叫做渔民 跟外祖的这一段的历史 而这个四个区分呢 基本上都有它一个统治时期的一个特色 那么在埃及与旷野的时期呢 我们可以称为叫做聚居的时期 也就是聚居 什么聚居呢 今天在这里 明天呢 就到那里 这就是我们以前说讲的 足水草儿居 过着一个牧养的生活 积入定所的生活 那么这样的一个旷野当中呢 包括以色列人 他们离开埃及 然后进入旷野 走向迦南 这段时间呢 也是一个聚居 随着神的帐幕的移动 他们不断的来前行 而这个时间呢 总共长达多久呢 大约呢 有660年 而这个660年当中 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 而这经典是神特别启示 也成为后来 整个以色列民族 在信仰发展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们把它称为叫什么呢 叫做律法书 后来又把它称为叫做摩西五经 后来呢 如果用的犹太人来讲叫陀拉 这个摩西五经 在这段时期里面呢 他们就留下来的 所以他的历史的这个时间呢 大概是从亚伯拉罕 以至到百姓抵达 迦南为止 这就是这段660年 聚居时期 也就是在埃及 旷野这段时期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个发展呢 后来以色拉回国以后 然后呢 他整理过去的历史 他写下了一些 所谓的诗篇的一个 内容 也就是把诗篇做一个整理 那么所编辑的这个诗篇当中 在诗篇的78篇的第五节开始 遇到五十四节就在描述这段时期的历史 那么这段时期的历史用一个诗歌的形态呢 作为他们吟唱颂赞神的一个歌词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迦南跟四十时期 而这个时期呢 我们称为叫什么呢 叫做共和时期 什么叫共和呢 就是大家一起来 具体领导 不是我说的话 即使我今天是一个领导 我今天是个王呢 可是我周边 仍然要几个重要的大臣 来协助我 来赞助这个国家的国政 因此这是属于一种叫共和时期 而不是专制独一的时期 而这段时期呢 总共呢 大概有360年 那么这360年当中呢 于序呢 就写了这个耶稣亚记啊 士师记 还有路德记 那么用时间来讲呢 大概从耶稣亚 一直到扫罗立为君王 这段时期呢 我们称为共和时期 那么在诗篇的七十八篇 从五十五节开始到六十四节呢 就在吟唱这段时期里面 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迹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君王时期 也就是他们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那么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呢 他们在那边生活了大概有四百六十年 他们建立了一个君王的体制 而这个君王的体制呢 就开始有一些精简的形成 像撒末尔记 还有这个历代制 这猎王记 还有历代制 就这样把这段历史 这四百六十年的一个历史 无论从宗教的 或是从这个灵修的 它分别来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说明 而这样呢 在诗篇的七十八篇 从六十五节到七十二节 就是来吟唱这段时期的一些发展 那么最后呢 就是渔民跟外族的时期 这时期呢 我们讲白点 它已经没有国了 那么人也被抓了 因此叫贝鲁时期 而这贝鲁时期 大概也发生了一百六十年当中 这一百六十年 仍然有很多的精简的出现 这时候呢 就以斯拉 以斯帖 尼西米 还有这个 马拉基书 这四个精简的出现 这个我们就称为什么呢 就贝鲁归回时期 那么在诗篇的七十九篇的 第一节到十三节 就是完整的细数 这段时期的发展 所以我们从 以色列人的身份 然后再在历史的一个发展 我们就明白了 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样态 那我们做一个了解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 显明历史的当中 所存在的异族 也就是犹太之外的一些外邦人 这些外族人 跟以色列人的互动 所产生的关系 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那么神所捐选的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后裔 他们并不是独居之民 就不跟外族人相处 他们只是在列邦中 不跟他们在信仰中 有所妥协 是专属于神信仰的民主 那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仍然有一些 来来往往的一些关系 甚至有一些互动 但是也因为 百姓活在这个万民当中 难免在整个信仰观念里面 会影响到他们 对神独一性的敬拜 甚至会引进很多外族人的风俗 信仰 而这样会造成这个百姓 这个国家 就渐渐远离神 那么信仰也渐渐的败坏 所以 以外族人之间 就会发生了所谓立国 王国跟贝鲁这些历史 那么后来最重要的就是 贝鲁之后 这个百姓 他们未来的发展到底怎么样呢 而且在列邦当中 跟他们关系又怎么样的发展呢 在这个戴尼里书的第二章 戴尼里书的第二章 从31节到45节 以及戴尼里书的第七章 第八章里面 神就主导了这个历史的发展 而神所主导的历史的发展 事实上也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 也就是犹太人 跟周边的列国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关系 所以借由戴尼里所看的异象呢 能看到以色列人 在能够一个 渔民独存的时期当中 他们跟外族人的一个 互动到底是什么 像这个部分呢 就比较深入一点 但尽管是这个样子呢 在历史当中 它已经发生过了 它不是未来时 它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这个发生过当中 我们从历史的发展 对照之后 之前戴尼里所看的异象 我们就有一则叫做 异表性的呼应 所以我们看下面一个表 这个表呢 是以色列人呢 跟外族人 接触的一个分歧表 这个分歧表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 一起看到摩西带领百姓 这段时期呢 基本上呢 就有埃及的时期 那么埃及呢 现在跟以色列人发生的关系呢 如果有人用推论的关系来讲 大概在祖前 祖前啊 1921年呢 就跟以色列人 就是亚伯拉的子孙呢 就有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互动了 那么接下来呢 比较明显的就是亚述帝国 大概在祖前的860年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巴比伦 后来呢 就发展了波斯马代 接下来就是希腊 接下来就是罗马 那我们知道 耶稣呢 降生的年代 正是罗马的时代 那么这个是外族人 跟犹太人 在历史当中的互动关系 而这互动关系 如果从人类的历史来看 的确曾经有埃及 有亚述 有巴比伦 也有波斯马代 也有希腊 也有罗马 但是这些国呢 这些帝国呢 跟当时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 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这关系是相当紧密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 正被这些国家 所统治所影响的 那我们在戴利里书里面 就看到 戴利里书看的意象里面 有几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比较深奥一点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 这个表的话 所以就一目了然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戴利里书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一下 戴利里书的第二章 戴利里书第二章 第二章 从三十一节来看 这里呢 讲到 这个 尼布贾尼撒 他看到了一个 异梦 这异梦当中呢 有一个很奇特的意象出现 但是这个 尼布贾尼撒王呢 他怎么想也想不出 这个是到底有什么特定意义 他没有足够的智慧 但这个意象来自于神的启示 来自神的末世 所以如果没有特定的人 来做说明的话 这个意象永远不了解 那后来呢 后来呢 就有这位 戴利里 他针对了王所看的这个现象 来做说明 而看的当中呢 他看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二节 戴利里书第二章的三十一节 三十二节 这个像的头呢 是金金 胸膛跟膀背呢 是银 然后肚腹和这个腰呢 是铜啊 然后腿是铁 脚是半铁半银 也就是看到一个 一幅巨大的一个人像 但这个人像的结构当中呢 既然有金银铜铁 还有呢 半铁半银 他的身体 头部来讲 头部来讲 是金金的 胸膛绑臂是银的 腹部到腰是铜的 然后腿呢 这个腿呢 是铁的 然后腿以下这个脚呢 是半铁半银 看到这个意象呢 他百事不绝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事实上 借由戴利里的意象 戴利里所说的解梦 跟这个意象的内容 我们知道 他正是犹太人 面对外族人的历史发展 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金是什么 这个金呢 就是巴比伦 这银是什么 这银就是波斯玛代 波斯玛代是两个国 那后来呢 这个两国一起建立之后 那后来就是以波斯 这个国比较强 这个国来做主体 所以后来很少再讲马代 基本上就讲波斯波斯 所以呢 从巴比伦到波斯 那么接下来就铜 这铜是什么 铜就是希腊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铁 铜就是罗马 铜跟铃是什么 就是罗马分类之后的东西 罗马 而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让他知道 这外族人的历史发展 的确是存在的 就我们今天来回顾来讲 他事实上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但虽然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呢 犹太人跟之间的关系 是神所看到的 是神所主导的 以色列人是依附他当中 来保留他们的信仰的 这是弹尼里解梦当中所给我们知道 外族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个 依存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 弹尼里又看到另外一个异象 我们来看一下弹尼里书的第七章 弹尼里书的第七章 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 第七章第四节 这事也是发生在巴比伦王 这个博沙撒王的园园 那么弹尼里呢 在床上做了梦 他见到脑中有一个异象 因此他就把这异象 把他异梦的内容 把他记起来 然后呢 来说明他里面的大意 这时候呢 他看到四个巨兽 四个巨兽 而这个四个巨兽 都有他特定的一个形象出现 我们看一下第四节 第七章第四节 他看到头一个像呢 像什么呢 像狮子 像狮子 可是狮子长得一样子也奇怪 因为他有鹰的翅膀 他的行动是非常的敏捷的 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看到一个豹 那么接下来呢 在第七节时候呢 他又看到第四个兽 那四个兽是谁啊 没有说得很清楚 只是大概就一个作恶形容 甚是可怕 前三个兽呢 都能够把他的形象说明得很清楚 到第四个不能说出他的形象 只能用一句话说很可怕 这个可怕 这个兽是什么样的兽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后来在解经当中 戴尼里他这样说了 如果用历史的脉络来讲 这个狮子呢 是什么 就是巴比伦 熊呢 就是波斯玛代 那个豹呢 就是希腊 那非常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罗马时期 这是第七章里面 讲到犹太人跟列国 在时代的脉东当中的一个关系 那最后呢 戴尼里又看到一个异象 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 第八章 这第八章呢 从第三节开始 他又看到了 也就是在伯沙撒王 在位的第三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异象 又让戴尼里看到了 那么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 他就来做这方面的说明 他看到了叫公棉羊 他又看到了公山羊 那公棉羊 公山羊 是个羊吗 应该不是个羊吧 但是透过这个公山羊 或是公棉羊 他富裕在整个时代当中 跟异族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看讲义里面呢 就讲到有一个叫公棉羊 这公棉羊呢 一般来讲就属于在 波斯玛代时期 那么后来讲到一个叫做公山羊 就是希腊的时期 这是在解经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戴尼里 在第一次贝鲁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国家 已经即将灭亡了 但是神所卷选这个独特尊贵 为救恩的一辈的这个民主 在后来的人力的历史当中 在没有国家的复辟当中 这个民主何去何从 因此他看到裂国的发展 但是看到什么 看到尽管在有裂国的发展当中 犹太人并不消失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更大的王要出现 更大的一个永恒者要出现 而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耶稣基督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 但丽里书的第七章 但丽里书第七章 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 第七章的十三节 但丽里书第七章的十三节 我在夜间的一梦中观看 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他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 他得了权柄 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来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是不能晦气的 他的国也必不败坏 就是看到这些异象之后的发展 让但丽里知道 尽管我们国灭了 我们百姓被异族所统治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 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灭亡 没有这样因为消失 我们民主人能存在 我们信仰的坚持 依然保有我们 在圣经中的执着 因为我们会由永恒者出现 他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 这国度叫做基督的国度 就是大卫的王朝 有今天我们所讲的教会 这是我们从整个 就业的一个背景当中 所谈到的神的显明 在历史当中跟异族人 所发生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但丽里书里面 可以做这样一个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来谈谈 显明跟历史的恩约 恩约也就是神立约 神跟 神跟 他的百姓立约 我们每一个约都有他的内涵 约都有他的意义 约都有他的成就目标 那我们下一次再做做画面的分享 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唱诗 我们来唱赞美诗 三百九十五首 我们来唱赞美诗 三百九十五首 我们来唱赞美诗 我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